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那今天是11月19號禮拜二 好 我們看一下台股開地以後 那緩步做拉伸 尾牌在做全力向上攻 那中場是漲56點 量是1211億 讓他們看今天是微幅做一個所謂擴亮 微幅做一個擴亮 那這個盤今天會漲 主要是對應到明天台子的一個所謂結算 今天做一個所謂的拉伸 但是今天的拉伸那你就要小心 明天會不會有一個所謂結算的賣役 有時候你在做盤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所謂的觀念 最後盤主力作手這樣子拉伸上來 它是為了什麼 萬般拉台只未出 所以明天如果再漲上來 結算 它會拉上來 結算讓賞戶去大賺錢嗎 不會 它只會在 它低檔的 買的 它會先賣 而且重點很簡單 它會做轉倉 那轉倉的時候 這是一個所謂看盤技巧 轉倉那個時候同時 它有部分的11月的多單要賣掉 了解嗎 所以其實明天這些所謂外資它會賣掉 那它大概現在的未平倉大概還有4萬多口 那它會賣掉 賣掉對11月份不好嘛 它會轉到12月 也就同一個時間 賣11月買12月 沒有時間差 聽得懂嗎 所以明天反而在指數上面 它壓力會有比較大 因為賣壓來自於外資 因為它是最大咖 了解嗎 好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這個觀念是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都認為結算一定是拉高 不一定 它之前的多單要先賣到轉到下個月 當月的賣掉是不是是賣壓 這樣懂 好 OK 那我們再來談談 昨天怎麼跟頭這麼談 11月18號講11月19號 好 今天11656是高點 低點是11576 昨天告訴各位是低點是11565 高點是11664 今天我被電到 沒有人老是這麼老實的 我都跟各位講有賺錢 我都跟你們講有賺錢 沒賺錢被電到我也照講 因為今天是出乎意料的漲 所以我被電到一下 那沒關係 幾個月電一次 那沒關係 沒關係 那明天報酬回來就好 明天拉高再報酬回來就好了 聽得懂嗎 頭顧老師 如果每天上來都是大賺 那對你一點意義都沒有啦 那郭先生跟各位講 我都事先做預算 有時候我都跟各位講我有賺錢 很多投資朋友就講說 老師你沒有證據 你管我 我為什麼要跟你證據 不需要 我預告就是一個所謂證據 懂嗎 那你寧願聽人家 揮家鬼在噴鼻子 事前租一樣 事後租格量 你們有夠公的 不要當散戶好不好 了解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磐式的個所謂部分 今天漲上來有幾點 那看一下 這蘋果供應的股票 康控為什麼跌 那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196以上不要醉 我在講你都沒在聽 還有我再講一次嗎 這是熱門股喔 對不對 今天成交一萬多張 這升學的股票 我之前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股價有倫理 康控到今年第三季只賺1.73 當初的股價是在190幾 來 美律 它也是升學股票 無限耳機的 蘋果兩檔都一樣 蘋果供應鏈 人家賺十幾塊 股價才140 那我是 我已經告訴各位的 你不懂得算 用計算分析 技術分析 你也麻煩 你想一下股價的 一個所謂倫理 康控只賺1.73 股價有190 美律賺10塊 股價只有140 那代表康控是不合理 它是有人故意作價 本利比太高 你了解嗎 本利比多少 會不會算超過100倍 本利比100倍 190才賺1.7 到第三季 對不對 是不是100倍 那你就相信 1.7乘100 等於170 我根本不用計算機 大概120 大概120倍左右 你要去買 那今天就吃得慘了 我在講你們都沒在聽 做股票 這流流沙沙沙 吃你一堆肉沙 這個技術 帶量過錢高你買 我就叫你不要買 很多人就說 老師這是看好 有沒有看到 當紅炸紙機 有沒有 當紅炸紙機 法人最愛 對不對 法人目光 掌上來才講好 絕對不對 來 你認同嗎 4943 來 我在講 一般人投資本 我是不會聽 我是跟各位講 196 有沒有 郭憲政如果是事後講 你把他翻賭 沒關係 全頭顧老師 只有郭憲政 事先預告 怎麼做 我都跟各位講 那我會不會錯 我也是會錯啊 因為我不是神經病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經病 但是呢 只要這個老師 他是在高檔賣或空 他都是對的 他絕對不是漲上來 應該來講 他不是事後告訴你賺多少 這裡196 誰在這裡都沒看 不然你也看這191 那這裡屬於操掌 放空的時候 我已經打這個圈圈在這裡 打一個圈圈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有沒有賺錢 你自己玩玩每天就好了 我會講績效嗎 我最討厭人家 我已經講過了 分析人員 節目上的分析人 只要是講績效 只要是講績效 保證你在生人家 百分之一百都是 變成了 我已經講過你都聽了嗎 郭憲政都預告 事先預告 低買高賣 加權指數空間 之前我都直接跟各位講 現在都拗一半 你自己來拿 我都事先做預告了 你不相信事先預告 反而要去相信 事後告訴你每天都大賺了 真的是笨賛戶 我說這樣 又有很多人要轉台了 隨便你啦 無所謂 我本來是我的個性啊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有我的堅持 我的個性 我事先算高點 我絕對不會帶會員進去嘛 事先算到低點 賞戶不抗好 我一定買 我一定買 因為我有我的堅持 我用我這種方式就是低買高賣 會不會錯 錯的機會並不多 今天就是這樣 4943 6462 對啊 很多人 這裡叫你空啊 你又不會想空啊 有沒有看到自己看嘛 這在前面 11月初的時候有沒有 法人狂戰 10月底 10月24 有沒有 法人狂戰 神盾 10月24在哪裡 惠爾 10月24 代量過前高 當你剛剛你看到 那個法人狂戰的時候 東工 假斷工 你就拔花糟糕 你們祖母什麼拼 都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我這裡咧 在跟人家講 千交代萬交道 叫你不要買 不要買 但是散戶不會領情 他會認為 我bullshit 不要當散戶 不要當散戶 那我算給各位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聽 有沒有 沒有 打花糟糕 做記憶在這裡 神盾 10月24在這裡 打花糟糕在這裡 是現在打的嗎 麻煩你去翻閱YouTube OK 所以我跟你說 掛罵這裡 陷糟糟糕 當散戶不懂的時候 跑進去 我告訴各位 對不對 我會算 那我就用這樣子算嗎 不止 不止 這是最簡單的算法 可以在節目上面講 有些算法 我當然不能跟你講 那是我在教我自己 會員朋友 對不對 那今天呢 又是這樣 對不對 3324 今天大盤漲 他繼續跌 他繼續跌 這附近有沒有跟各位講 233 234 叫你不要買 不要買 手扣起來 散戶會買哪裡 買這裡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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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戶會買這裡 坐手會買這裡 買這裡 買這裡 坐手會不會在這裡買 還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會算 來 3324 散戶還在這裡 這裡叫你要空 這裡叫你要空 我不補 我都在節目上面講 我不補 是不是在高空 最高評是 在相對高漲空 那我現在問各位 我現在在跟各位講一些東西 貿易協定 你們看不懂 我講的才是對的 不信你以後等著看 我錯了機會 zero 好OK 習大大不會簽的 因為中美貿易 美國就是 你要跟我買500億的農產品 你中共要跟我買500億的農產品 對不對 這是川普的要求 那習大大的要求是 你華為從我實體清單裡面 剔除掉 要禁止輸出那一條 要把它拿掉 你要供貨給我 第二個 關稅取消 那這兩點 這兩點 關稅取消 川普做不到 這就一個破裂了嘛 所以川普就退而求其制 好沒關係 我華為的禁止輸出令 再給你延緩半年 這沒有用的啦 習大大不吃這一套的啦 了解嗎 習大大的算盤就是 關稅取消 然後呢 華為從實體清單裡面 禁止輸出的實體清單裡面 給我剔除 我農產品照買 我們恢復 馬照跑舞照跳 就恢復正常 川普做不到 所以會簽嗎 不要亂了啦 好OK 再跟各位講一下 川普又開始放話 如果第一階段 中美貿易協定 中國不簽 12月15號 要再加徵瞌稅 中共會簽嗎 imba pass in more impossible 所以你繼續買 歡迎 聰明人看得懂 我跟你講 我們是比較屬於 經驗豐富的人 我看得懂 一般的這些主力作手 或是法人 也看得懂 知道 所以竟然是誘多盤 懂嗎 現在是一個所謂誘多盤 為什麼是一個誘多盤 我等一下講給各位聽 那我也跟各位講 蘋果股價 已經來到267了 Warning Trend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蘋果怎麼算 郭先生在節目上面算 你們都沒給我再聽 真是 好像每天看 賺多少 來OK 我沒看到後面 我不用 我不用打那個什麼圖 給各位看 用計算機就可以 Here 這裡多少 233 蘭山頭打掉 這裡140 233 這點 這裡都沒看到 233 140 我要不要用心算 不用 233-142等91 91 對不對 好 OK 計算機算一下 不給我算 不給我算 好 等一下 233 減掉 142 那不是91嗎 我沒有在用計算機的啦 只是節目上要表演給客戈看 34再加233 你告訴我是多少 再加34嗎 267 267 267 能把啦 請 Warning Trend 今天 今天凌晨蘋果是267.4 到了喔 你小心喔 那超高的就91 這都定值啦 加233 加233 289 289是終極 267到289 這個我在工商時報的 投稿論文裡面有寫過 我已經最少寫兩個禮拜了 我已經知道267跟289 那267跟289 現在已經267了 到289才11塊而已 錢多的歡迎買 我已經知道很多賞戶要死了 很多人還不知道 那我都先知道 提出警告 沒人會這樣信 因為賞戶永遠是 見到好就進去買 那我再跟哥講一個東西 來 蘋果裡面 蘋果供應鏈裡面 在某一個族群 它的股價是最高 在看盤技巧喔 最高的是哪個族群 塞林巴啦 我講話很不客氣喔 3008啦 我都講到塞林巴啦 來看一下喔 本坡加權從這裡碰到這裡 再做一個所以拉伸 注意看 是不是加權 我們看一下塞林巴呢 倒跌 它是古王 古王有這個現象 好 那我們再講 鏡頭模組的老二 老二 對不對 這裡呢 是加權 這裡短線上 做一個所謂頓點 再往上攻 剛才你看到3008 就直接跌下去 再看一下 這個叫做玉金光 同一個點 它也是這樣子跌 更不用看這個了啦 有沒有 加權從這裡開始在漲 塞林巴是跌 3406是跌 4943是跌 6462更是跌 這裡在告訴你有狀況的 鏡頭模組最高價的族群裡面 當蘋果在漲 加權在做反彈的時候 大力光跟玉金光是倒退爐 結構上有問題 我講這樣各位聽得懂嗎 那我這種解讀 我問你 它一般的作手跟外資都在做信號 外資懂不懂 懂 我們同樣是外資圈裡面 我們都講這不對 我們同樣在外資裡面 已經有人在倒貨了 瞭解嗎 那一般的高手 郭憲政講的是對 那我現在把這個條明講出來 你認為我是對的還是錯的 哦原來領先的族群 已經沒辦法創高 甚至倒退爐啊 那這就是家群在做一個 所謂聲東擊西的動作 懂嗎 懂齁 你不會懂了 3406 3105 黑翻紅 今天彈身上來有粗量嗎 出量在這裡的啊 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只要見高量絕對不會是好事 見高量賞戶抗就跌 就跟這裡 見高量以後 對不對 見高量以後三天 三四天以後 還是在跌 雖然再漲一段 你不管只要出大量 絕對不是好事 我之前跟各位講 出大量 你有沒有在聽喔 沒有啦 同學你們不會聽啊 來這個把它消掉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341 我早夜講晚夜講 沒人鳥我啊 343呢 那空這裡 空這裡 我這裡做回補 我有講喔 我都直接跟各位講的 為什麼在這裡回補 這一段下去也是在這裡 聽得懂嗎 這一段下去也是在這裡 這一段下去也在這裡 所以空空補 那上海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318到328 有沒有 有喔 今天325 前天最高326 錢多的歡迎買 2327 國具 對不對 一樣啊 錢多的歡迎買啊 賞戶會不會買這裡 不會 不會 賞戶會不會買這裡 不會 賞戶會買哪裡 買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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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利多 這前面這裡的都是利多 記住我一句話 商戶會買這裡 買這裡 買這裡 坐手會買這裡 買這裡 了解嗎 坐手會在急殺的時候 下殺做帶量的時候 他會短買 那為什麼在這裡買 聽得懂嗎 所以他在坐右多啦 我沒看到後面啊 看得懂嗎 為什麼在這裡買 叫278啊 對不對 我這裡都沒看到啊 這下來 坐手在那邊買了對不對 然後這裡發布利多 翻到K妹啊 雞妹啊 那就上來啊 上來這裡漲停買不到啊 對不對 掛了9000多張買不到啊 隔天呢 開盤就進去買 現在在這裡 那買在這裡的 你家錢多喔 三百零幾塊 兩百零幾塊不買 兩百十幾塊不買 三百多在買 你這樣做股票 是對的嗎 再注意聽我一句話 如果你做股票 都是漲上來追 我請你 Keep away from Stop market 趕快離開市場啦 做得越久 你賠得越多啦 我講這樣 你同意嗎 你不會同意啦 因為你是賞戶投資朋友 除非你上過我的課 我都是低買高賣 那今天再跟各位講一次 今天入會 一對一單獨教學 今天是最後一天 你現在在參加 今天參加還有機會 再來 你參加 沒有一對一單獨教學 事先跟各位講 我講的話不打折 那今天想要成為空軍 想要低買高賣的 想要今天入會以後 我會教你特殊技術分析 一對一教學 今天是專案最後一天 注意廣告中時代電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空軍召集令 想要成為空軍的或是想要相對高 想要賣這相對高檔的 家政一對一單獨親自教學 今天是最後一天不再延 你錯過今天以後 以後沒有一對一單獨 我親自教學 就是只有今天最後一天 請速播 023898689 023898689 我會排定課程 最後一天 啟發頭顧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 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頭顧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台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頭顧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頭顧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竹梦專線 0223898689 啟發頭顧 啟動財富成長 發現幸福人生 想帶家人出國旅遊 卻難以實現 想為家人換車 你卻遲疑了 也讓缺錢成為你的理由 讓啟發頭顧 協助愛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選擇啟發頭顧 獲利輕鬆入貸 致富專線 0223898689 0223898689 啟發頭顧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再重複一次 中共不會簽協議的 因為習大大如果簽了 喪權入國會被其他七個 六個政治常委打 他從習大大你看他對香港的態度 鼓勵鎮硬 客氣 我跟你說 阿強不是這麼差的 不會簽 12月份 12月15號 恢復加徵關稅 現在11月中 接近11月底 你自己看著辦 做多的請去吧 我是拉高空 我已經預告給各位 不要開始加徵關稅的時候 協議破裂的時候 殺下去 你才來叫爺爺哭奶奶 不求 國前陣都事先跟各位講 我現在就是在高空 就這樣 那想要學習事先運算技術 今天是最後一天哦 單獨一堆親自教學 今天最後一天 以後沒有了 今天節目在這裡告段落 最廣告中時代的電話 祝各位明天 操板生理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